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卡车旅哥 在这边趴了三天 终于在湛江 配到回去的货了 到无锡心无的 拉饮料瓶子 价格不高 过去差不多能宝贝 跟我说这个一米托盘是一米乘以一米的 装两个膏 刚好装三十吨 也不超高 不过有三千块钱油卡 实在是没活了 哎 我要回去了 在这一趟干了这么多天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到厂里面装货是什么样的货 他说是托盘是瓶子 具体是什么样的 离那边80公里 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是到地方了 你看这辆车 哈 这样排队 我这边也要拐过去啊 这呢我 哎 太不遵守交通规则了 没有武德是吧 哈哈哈 把车开到厂里面来了 但是 这厂里面不让拍照 还给了一张入场须致 看严禁拍照 严禁鸣笔 大厂就是麻烦 外子起也啊 太麻烦 普罗还用那个三角木给他垫上了 四个木头 全部垫住了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就是后桥那边有一个 过来装货 没来得及吃饭 吃什么泡面 呵呵 还好车里面有东西 要不又要挨饿了 所以说我车里面基本上都要背的东西 是吧 吃不吃的 早晚能硬下急 图上下去就这样看嘛 装的是欧莱雅的瓶子 服装瓶 货装好了 雨布也封好了 两层雨布 还有一层网子 自己在那边搞挺麻烦的 还有那个安全带要系 太麻烦了 刚刚吃完饭 现在准备出发 停在路边打着双坦 我后面还有个车 还好 呵呵 这样不怎么担心啊 这个盖雨布啊 到这个外子厂里面 太麻烦 装货也麻烦 啥都麻烦 装货的时候 车骨骆要用那个三角木给它垫住 然后盖雨布的时候 要被 要系那个安全带 然后挂在那个划沟上面 走的不好走 太难搞了 我一个人盖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两层雨布 一层网子 两边编程全部搞好 而且这个货不能使劲的用力去给它收紧 那那样不行 把那个包装 外包装搞坏了 它们还不收缩的 我这一趟海南直行 2020年10月12月27号 装货 现在是2021年1月4号 今天啊 搞了差不多两年 新旧两天 到现在已经9天了 然后 差一点超过了云南楚雄那边 那次在那边趴了一来一回18天啊 总共 不过 倒了一个盹 这个没倒盹 在海南那边 当天说给9000多块钱 9000多块钱拉的是32吨 而且 坐船的费用好像还要高将近一千块钱 你是否虔诚 还是达到太疼了 我这到无其心无的 虽然说92天 其实算下来也还是差不多的 只是今生全力 现在的行情让人心寒啊 这点运费 总共这趟运费是全价8800到这趟8600 有3000块钱邮卡 不干也没办法 干嘛 不能再等了 要不就破纪录了 又要破纪录了 然后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卡车旅哥 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无息心无见 祝福这么好的角色 businesses